在这一边呢 我要讲的是indices 然后这一个呢 是form4 chapter4 mx的那一个indices 我们在form3 chapter1的时候 我们有学indices 然后这一边的indices呢 是比form3的还要省一点的 然后我可以讲超过一半的部分的indices呢 我们在那个form3已经学过了 然后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它只是多了一两种新的提醒 set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那个form1 chapter3 的那个square root那边是有关系的 ok set ok 只是它是更深的东西 然后在这一边你的indices的基础要打好 你才能够去到lock 所以真正来讲呢 新的东西 到了form4才来学的mx的东西 只有lock这个部分 但是你的那个indices的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呢 你来到lock你就会有问题 好 我们在这一边我们有lock of indices lock of indices的时候呢 我们有程式加 同样的base 程式加 除是- power 乘上来 然后 呃 它的这一边ab power m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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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m 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也知道 a power 0是e a power 1n 是root n 然后a power-n 是1an 然后这一些是我们form3的时候就有学了 然后example1的这个题目 它要我们simplify这个东西 这一些呢 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是属于 那个form3的水准的题目来的啦 所以它的base一样 它乘是加 所以它就变成3 to power 4m 然后除我号码除号码8除2 4 a power 7-4 b power 3-3 所以它变成4a power 3 然后b power 0 所以它剩下的是4a power 3 这一边这一个跟这一个月 然后这一个跟这个月 然后这一边这一个是这个跟这个月 然后这一边就月剩一个吧 然后这一个跟这个月剩下4 所以它答案变成a power 4 然后这一边这个是1 所以它会变成m power-3-1 然后乘y power 2 所以它变成m power-4 y power 2 然后它是 这一个m power-4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m power-4是1 m power-4 ok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一个东西 这样 ok 所以我的答案就会变成这一个 这个就会变成这一个 这样 这一点 ok 所以我的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它的答案是3 然后4 power m 然后4a power 3 1 power 2 a power 4 哦它这边有一个2 我本来这边没有per 2 ok per 2 然后还有y power 2 然后m power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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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然后在这一边它这一个会变成a power9 b power3 乘b power5 所以它变成a power9 b power5-3 a power9 b power2 然后16 power这一个16我们知道是2 power4 2 4 8 16 16是2 power4 然后power3 4 m power5-9 m power8-6 所以它就会变成2 power3 m power-4 m power2 所以2 power3是8 m2 4 m power4 好 接着我们 这一边就有这一个k6 h2 然后a 9 b 2 8 m power4 这样 现在我们再来看example3 这一种题目呢 其实是在空3的时候 pmr p3 将出的一种题目 它来自同一个家庭 我们知道像刚刚这样24 86这一个都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2 power1 就是2 然后2 power2 就是4 2 power3 是8 然后2 power4 4 46 所以在这一边才要我们find the value for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2 power2 然后m加1乘2 powern 除2 power4 然后3 4 n 所以它变成2 power2 n加2 乘2 powern 除2 power3n OK 这一边这样乘进去 然后我这一个月 所以它就变成2 power2 所以它就变成2 power2 所以它就变成2 power2 所以它答案就变成4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答案是4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example4 OK 这一边example4 它告诉我2 powerx 是m 3 powerx 是m 然后它要我express each of the following in term of m 跟m OK 这样的题目呢 就已经是有一点点跟我们那一颗 我知道它是3 power3 3927 3 power3 3x 所以它会变成2 powerx 乘3 powerx -3 power9x 然后2 powerx是什么 2 powerxm 3 powerx是什么呢 3 powerxn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个我把它变成3 power9x 反而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的是3 powerx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9x 我把它变成3 powerx power9 所以它这个是m power9 所以它会变成mm-m power9 所以这一个是mm-m power9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它中间发生的事情是 我3 power9x等于3 powerx power9 这样这个地方 OK 好 18 18 我们知道18的话呢 它是298 2乘3 square 它会是等于18 4 我知道是2的square 所以这个是2乘3 square 的x 加2 square x加1 然后它这个就会变成2 powerx 然后它这个就会变成2 powerx 乘3 power2x 加2 power2 乘2 power2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平时我有A powerm乘A powerm 等于A powerm加m 这个这个是我们平时这样做过来的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拆开来 就是说在这一边 这一个 来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拆开了 就是说它的积压变成乘 所以它的这个2 powerx是什么呢 2 powerx 是m 3 powerx是什么呢 是m 然后2 powerx是什么 m square 然后乘4 所以它这个会变成mm2 加4m2 就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这个 呃 它是成的 刚刚这个是成的 成 哦 我做错了 所以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成 成的话 这样就更容易了 这样就更漂亮了 这个 成 的话 它这一边成 所以它这一边这样成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4m power3m2 4m power3m2 对了 OK 嗯 嗯 你在这一边 你其实可以把它变成 2 powerx加2x加2 乘3 power2x 所以2 power3x加2 乘3 powerx的square 然后它也等于 然后它也等于 那一个2x power3 乘2 power2 乘3 power2 乘3 powerx的square 这个是m 这个是m power3 4m 所以它这个就会变成了 4m power3m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2 powerx等于m 2 powerx 2 powerx 2 power x 和2 powerx 等于m 2 power x 2 power x 等于m 然后 然后这一边3 power x等于n 然后这一边3 power x 这个是这个3 power x 然后等于n ok 然后2 power x等于m 2 power x等于m 好就是这样 好所以在这边刚刚我这一个 少写一个square ok 我们平时呢是2 power 我们平时是a power m x a power m 等于a power m 加 m ok 然后可是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导板回来我叫他拆开 就是我的a power m a power m 加 m 会变成a power m 乘a power m 所以我的2 power 2x 加 2 等于2 power 2x 乘2 power 2 这样 这个是我们在mx的时候 学的这个叫拆开来 ok 我叫我叫他拆开啊 拆开来 然后这种拆开来的是属于mx 喜欢处的一种提醒 等下我会有更多这样的一种提醒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叫power 所以他会变成4 power 2x power 3y power 4 然后8x power 3y 这个是16 16 for 8x power 3y power 4-1 所以他变成2x power 7y power 3 然后他这个2x power 7y power 3 然后他这个2x power 7y power 3 他proof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从left hand side开始做 然后让我自己拖到变成right hand side的那一种 可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这一个 我在这一边 我放在这一边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我的right hand side 是3图的power 2x加3 然后他就会变成3图的power 2x乘3图的power 3 然后他就变成9图的power x乘你27 所以他变成27 9 power x 这个就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然后我们就有proof了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am 压m等于am乘am ok 这一边 这个步骤我叫他拆开来 这个我叫他拆开来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就拆开了 这个 ok 这个我 为什么知道他是拆开来的 是因为题目要我把它变成这样的一种battern 可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 真正要用拆开来的时候呢 其实更常见的时候呢 我会跟学生会问我 什么时候要用拆开来的时候呢 我会讲你看到他 是indices 可是他是要加减的indices 就像像这边 这个是indices 可是他是加减 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拆开来 ok 所以你看到在这边这样拆开来 这个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个是3 power x 3 power 2 power x 9 power x so 我的这个的link and side呢 是4 power n-1 加4 power n-2 power 2 n-1 还有的是4 power n-1 所以我就4我就不要变了 所以他这个呢 减是除 没有他是4 power n-1 好吧 4 power n除4 power 1 加4 power n-2 power 2 n除2 power 1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看到这一个2 power 2 power 2 n 2 power 2 其实是4 然后我的这一个的分母是1 我乘4 上面也乘4 这个我乘2 他分母会变成一样是2 所以他会变成4 power n-4 加4个4 power n-4 减2个4 power n ok 2个4 power n除4 ok 你看意思是4个4 power m 2 2 square 4 power n 2个4 power n 你有心里想啊 我在这一边4 power n 你把它4 power n 想像成是x来的 你把4 power n 想像成是x ok 这一个呢 他有两种做法 ok 一种做法呢 但是像我自己本身我很熟的话呢 我就知道他在这一边 他是那个一个4pn 加4个1粒苹果加4粒苹果5粒苹果 再减掉2粒苹果3粒苹果 所以他是3个4pn除4 然后他会变成3 然后4pn-1 这个是4pn-1 所以他这个是3 4pn-1 也就是我的handside 这个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呢是这样 let 4pn-1 所以他这个东西呢 就会变成了大x和4 加4个大x和4 减2个大x和4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 1加4 5 然后3个大x和4 然后我再把我的大x是4pn变回 变回这一边 他就会变成这样 大那个 4pn-1 然后他就变成这一个 ok 好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 indexus 通常indexus我们都是乘除的 ok我们上面都是indexus 它是乘除的 可是我的indexus当他是加减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拆开来的方法来做 ok indexus是加减的时候 我们用拆开来做的方法 接着我们看example part 他告诉我81pn乘9 2pn加1 3乘27pn-1 是3pn-3pn by the value of a跟 b that's satisfied the equation so我们在这一边我要简化它 ok 在这一边我怎样简化呢 我知道这些号码全部都是来自3的加减 3pn-3 3p2它是9 3p3它是27 然后还有3p4它是81 所以他这一个是3p4n 乘3p2 然后2n加1 然后这一个是3p1乘3p3 然后n-1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3p4n加 这个这样乘进去 所以他224n加2 over3p1加3n-3 这一个加3n-3 所以他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了3p8n加2 over3p1加3n-3 这个是3n-2 ok 好这一边这一些这样弄了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让他这一个除是减 所以他3p8n加2减掉3n-2 然后他变成3p8n加2减3n加2 然后3p5n-4 然后他变成这样的一个battern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们平时有a power m乘a power m 等于a power m加m 然后我这样回去的时候我猜 猜 所以这一个我可以猜 所以我的这一个东西 他变成了这一个之后 我猜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3p5n乘3p4 他有power m哦 所以他其实是3p4乘那一个3p5n 所以他是3p4乘243pn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的a等于4 然后我的b会是等于243 ok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就有学生问哦 老师为什么你不要一开始就用那个tie的方式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因为他他一开始那边是没有那一颗 他都是成的 没有tie的 所以我我自己本身不会想到去tie的啦 我通常都是在有indices的题目加减 我才会去猜 所以当他是乘除的时候呢 我都不会去猜他的 虽然讲我猜他我也可以做得到啦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一个呃 这一边他是怎样做呢 他的做法跟我的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他在这边换成3p5是什么 这样然后过后再来减 然后这样除是减 然后他变成这样 A等于4B等于243所以呃 他没有在一开始就猜 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 除非他是有 像我我做到这一边了 我才猜的原因是因为 他要我把它变成这样的battern 我就要想办法要把它变成这样的battern 我才来猜 再不然就是他有加减的时候 我才来猜 不然我没有可能在一开始我就去猜他了 这样那就太太奇怪了 那我们看第9题这一题的他是应用题 ok然后呃自从我们的那一个课程改成kssm之后呢 他就很喜欢把那一些像indexus的那种东西 他变成那一个应用题 ok然后你都要读得懂题目要的是什么咯 然后income tax collection是这么多 马来西亚的那个人口是这么多 就31.19% 出了抛6 然后他说如果这个income tax呢 他是全部人一起来平分的话 ok每一个人给的income tax是多少 ok每一个人给的income tax是多少 1.113.945 和31.19 这个是我硬硬不用计算机的话呢 他就变成这样 ok 他就变成这一个 等于3.65×7.9.6 然后他变成3.65×7.3 ok 所以是等于rm 那个3650 123.650 3650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3653 哦 3653 这个是53 ok 这边3653 3653 如果我计算机直接按的话呢 在这一边 他的这一个啦 我可以按19 然后下面这一个呢 我在这一边我按16 ok 一些计算机 他是直接乘sert to power x 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这个e 其实就是乘sert to power power的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他答案 你看 这一个 这个直接拿到答案 ok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e3 就是e乘sert to power 3 1000 ok so 这一个是蛮好用的一个功能 在这一边呢 他example 是很hot的一题 他说 without using without calculation 不可以用计算机啊 ok 不可以算出来啊 你要把这个 叫做2.36 3.54 4.9 和9.28 写成ascending order ascending order的话呢 就是小到大 ok 他讲不可以用计算机 然后你是真的不用计算机 然后你是真的不用计算机 你妈妈叫你不要打电 听不要看戏 啊 不要 迟睡 不要乱花钱 不要乱乱跑 你有什么听啊 啊 老子上课的时候 叫你专心听 啊 不要讲话 不要打嗑睡 啊 然后 不要作弊 这些 啊 然后 你就真的是全部都听嘛 嗯 这样 可以 这边叫你不要用计算机 你就真的不用计算机 啊 然后我们当然 你不可以让你的老师知道你是用计算机啊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是以怎样的一个逻辑来排出来 但是在排出来之前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谁是最大谁是最小 这个是最小的 ascending order是最小的开始先咯 这个是最小 然后 suit power suit 这一个 这个就第二小咯 然后接着就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这一个 so我们知道他的那个order其实是这样的 可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ok 这个时候 然后这个就很神的东西要出现了 我们看到这一个 9 这个也是power9的倍数298 9654 然后这个是9的倍数吗 这个不是9的倍数 是有4936 是4936 全部都是9的倍数 所以我在这边我心里想2 2的power36 他是4936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了2 power4 248 16 16 power9 然后我的这一个是3 to the power of 54 然后他就变成3 to the power of 96 15654 OK 3927 81243 729 这一个是729 2的power9 OK 我没有用计算机的我都是用心算的 通通这些我都是用心算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拿到这一个 OK 然后我的4图的power9 就是4图的power9 我的9 power 18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9 power 2 power 9 81 power 9 所以你看他都是power9的时候呢 这样的话他4 power 9是最小的 所以4 power 9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知道他最小的是4 power 9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呢 下一个是16 power 9 再下一个是什么呢 81 power 9 再下一个是什么呢 729 power 9 所以这一个16 power 9是什么东西呢 16 power 9 这个是2 power 36 所以他是4 power 9 2 power 36 81 power 9 这个是9 power 28 然后再来这一个是3 power 54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就有4 power 9 2 power 36 9 power 18 3 power 54 这样他就是in ascending order的 我的做法跟参考书的做法有一点不一样啊 参考书的做法他是把它变成power 18 他这一个9 power 28 然后这个是他也把它这个4变成2 power 28 这样他的那个里面的号码就比较小咯 像我刚刚那个3图的power 6是729 可能有一些老师就讲 哎那一个你用了计算 可是事实上是没有啊 我是有背上来 然后他就讲背上来那个也算是计算 这样我就没法讲 所以这一边他叫我们find the value of x 这个题目呢 其实是属于 那一个 呃 他等于5 power 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他就有2x-1等于0 2x等于1 x等于1和2 ok 这一边其实我有吃掉一个步骤了 就是说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有5 power 2x-1等于5 power 0 我们知道任何号码都会是等于1啊 然后在这一边我的底部一样的时候呢 他的底部一样 然后power就会是一样 所以我的2x-1等于0 就是这样来的 x等于1 好 example 12 还要我们找 这一个 so 这一个是2的家庭 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加的存在 有加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猜 ok indexus里面有加的存在我们就要猜 呃 他就变成2 2 power 5x除2 power 1 加16等于2 power 5x 我全部一起乘2 yeah 所以他会变成2 power 5x加32等于2 power 5x 然后我把这个搬过来 他就会变成32等于2 power 5x 他就会变成32等于2 power 5x 减掉1个2 power 5x 这个是1个2 power 5x 这个是1个2 power 5x 这样这边这个我把它表现成 它是1个2 power 5x 2个-1个剩下1个 1个2 power 5x 1个2 power 5x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这个什么 5x等于5 然后x等于1啊 ok在这一边他就有 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我们 我们的这一边 他其实是2 power 5x等于32 是在这一边 这一个 好 所以我们的这一边是这样 这一个 就是当他indices的题目是加减的时候呢 中间有价钱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来猜 ok 现在我们看 example 13 example 13 这一题呢 它是属于 spn 曾经出过的题目 所以 这一题呢 是蛮多的参考书 跟蛮多的作业喜欢的 那一个题目 它是 2 power a 等于3 power b 等于6 power c 它叫你 express b in terms of a 等 c 就是说 b is a function of 那一个 a c 就b自己单独一个 然后另一点是 a c 这一边呢 你让这个等于一个 constant 这一种题目的那一个做法 你看到这种类型的题目的时候 你让它等于 constant 所以我的2 power a 等于 constant 我的3 power b 等于 constant 我的6 power c 等于 constant 所以我的2呢 是k power a 我的3呢 是k power b 我的6呢 是k power c 然后2跟3跟6之间的关系 是2乘3等于6 所以它是k power 1 power a 乘k power 1 power b 等于 k power 1 power c 所以它这一边会变成 k power 1 power a 加1 power b 等于 k power 1 power c 所以在这一边它就有1 power a 加1 power b等于1 power c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它的底部一样呢 一个等于一个底部一样呢 所以1本a加1本b等1本c 所以这一边就这样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要把它变的时候 这一个就牵涉到你的 那个form 2 chapter 3 algebra formula的基础 这一种类型的题目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变成bs subject的时候 它的技巧啊 是你成分母的lgf 你称abc 称abc 称abc cc月bb月a a月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bc加ac等于ab 然后 呃 我把这个b帮过来 ok 有一些学生呢 可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碰碰 ok 可能它有一个冲动 那个冲动是什么冲动呢 就是说 它可能 呃 想要 把 是说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想要把一个绑过来 b的绑过来 这个绑过去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bc-ab 等于-ac 这一个东西呢 我自己本身是不鼓励我的学生这样做的 ok 我不鼓励我的学生这样做 为什么我不鼓励学生这样做呢 因为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 班 特 通 然后 可是它有两个 那一个 点 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它太多 点了 ok 我不鼓励 我不要 我不要我的学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看到是这样的哦 我就把我的b 翻过来 然后它就会变成 ac等于ab-bc 然后我把我的b抽出来 a-c ac 所以我的ac over a-c等于b 所以我的b等于ac over a-c 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 它有不同的方法来做 可是我不喜欢它的这个方法 我比较喜欢下面的这个方法 ac over a-c b等于ac over a-c b等于ac over a-c 所以我们这一边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它就进入formative practice 4.1 接下来就是练习的 ok 所以前面的这一些这个 exemple就讲完了 然后我用另一个video来录 这一个练习